夜幕下 航母甲板被探照灯照得一片雪白 蒸汽从弹射器喷出 几名地球人员迅速撤离 接着一架小巧的战机被弹射出舰手 机翼短而惊悍 尾焰在夜色中画出一道亮壶 它就是A4天鹰 和冷战时期那些庞大舰载机不同 A4没有折叠机翼 没有复杂的雷达系统 甚至连起落架都显得简陋 但正是这架看似轻便的攻击机 在越南上空执行了数万次出击任务 也让阿根廷飞行员在弗兰克海域里 拼出了一小博大的传奇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美军要造一架看起来 袖珍的舰载攻击机 它凭什么能在航母上服役30多年 又是什么让这架小飞机 成为海军陆战队的挚爱 大家好 我是Jason 这里是High Weapon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架被称为 小个子巨人的舰载攻击机 A4天鹰 A4的设计很直接 把复杂的东西都去掉 留下一台能上舰 能打 能大量出动的飞机 它只有一名飞行员 只有一台发动机 少就是轻 轻就是能在航母上放更多架 也意味着维修快 上战场的频率高 工程师们把重量控制 当成首要任务 把维修难度和成本 当成第二要务 结果就是一台外形紧凑 结构简洁的攻击机 它没有折叠机翼 别小看这个决定 折叠机翼需要锅链 液压 复杂的锁定装置 去掉这些就省下了很多重量 也少了很多故障点 更重要的是 不折叠的机翼 让机体更稳固 对于一个需要在航母上 频繁起降的飞机来说 这种稳固比什么都重要 工程师们计算过 在同样的甲板面积上 放更多不折叠的小飞机 能带来更高的出动率 数量有时比单架性能 更能决定战场结果 A4的机身短 机翼也短 短翼牺牲了一些低速升力 但坏了更小的阻力和灵活性的 甲板操作角度 发动机进气道短 被紧凑地塞在机身中央 这样的布局让重心更好控制 也便于在有限空间内维护 机身虽小 却为外挖设计留足了空间 机肤和两翼下有多个挂点 这样它能挂载炸弹 火箭弹 外置油箱 甚至改装成制导武器的版本 外挂就是它的内在 把火力放在挂点上 用量和灵活性弥补机体的局限 说到任务匹配 A4的思路也很朴素 它不是把所有武器塞进机腹里 不期望一次飞行能解决所有问题 它靠外部挂载 根据任务换装 今天挂上急速炸弹 明天挂上炸弹群 后天再挂上反舰武器 飞行员在甲板上 把飞机当作一个载体 任务就是靠挂点来变化 这种思路 让一台飞机能承担很多不同的任务 成本却不高 那么这种极简化设计带来了什么好处 第一个 出勤率高 A4的维护周期短 地形换弹 加油 检查的速度快 第二个 生产成本低 少一套复杂系统 就少一堆制造与维护成本 第三个 战场上 你可以用多加次的压迫 来消耗敌人的防攻火力 和心理承受力 在越南战争这样 消耗战频繁的战场上 这些优势非常明显 大量持续的出击 往往比单次高技术性能 更能决定局势 当然 任何取舍都有代价 A4没有大型搜索雷达 也没有复杂的航电 这让它在夜间 和恶劣天气的作战能力受限 面对现代化的防空网 单价的生存率并不高 它靠的是战术与数量 飞行员需要在强大的地面防空下 多次出击 靠战术配合 和大量出动来完成任务 这既是优势 也是弱点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点 A4的体积 限制了续航和载弹总量 要进行远程打击 往往需要空空加营 或靠近友军航母行动区 这就决定了 它更多地承担近距离支援 和舰队保护类任务 而不是远程独立打击 把它放在一个航母打击群里 和更大更慢 更远的轰炸平台协同 反而能把各自优势放到最大 工程师们在设计时 有一个冷静的逻辑 折叠机翼 复杂雷达 是为了应对更复杂的任务 可是海军当时面对的现实是 航母加班有限 战机需要频繁起飞 战时消耗大 基于这些现实 轻量化 简单化 可大规模生产的方案更合适 A4就是把这些现实条件 写进了设计图纸里 它不是为了追求极端性能 而牺牲可靠性 相反 它是为了现实战场上 持续产出战斗力 总的来说 A4的每一次减法 都是为了换取更多的出击次数 和更高的战场适应性 它不是一台追求 极致空战能力的战斗机 它是海上的劳动者 是航母机库里 那种随时准备出动的存在 在甲板上 它便宜 可靠 而且能被快速修复 对大多数航母战斗群来说 这样的平台 比一台昂贵 但出击率低的飞机更有价值 A4在战场上的定位很清楚 它不是空游机 不是长城轰炸机 它是一台靠数量和灵活性 去完成任务的轻型攻击机 把它放到航母打击群里 它承担的是 第一线的打击与近距离支援 短程出击 快速回收 立即再次出动 这是它的作战节奏 在一次典型任务里 你会看到这样的流程 甲板快速准备 飞行员上机 挂载根据任务 换好炸弹和外置油箱 弹射起飞 低空编队掠过海面 利用地形和海平面做掩护 向目标区域 向目标区域靠近 接近目标时 队形会分散 单机或小分队快速突袭 命中后立即脱离 返回航母进行补给 这套循环 靠的是密集的出动节奏 而非单架的超强自保能力 A4的典型战术有两个关键词 低空突防 与外挂灵活 低空突防 能避开敌方早期预警 与部分雷达覆盖 它们不靠先进航电去找目标 而是靠飞行员的目视 导航和简易仪表完成进攻 外挂灵活 则让同一平台能够快速转变角色 今天是对地竞争打击 明天变成对海面快速压制 指挥官只需要在甲板上换装 就能把飞机从炸弹平台 变成反舰突击机 在有组织的防空网面前 A4通常不会单兵行动 它们会配合航母群的电子战 掩护战机和反制措施上阵 电子干扰机和诱饵 会先行打开目标窗口 随后A4乘批进入 运用短暂缝隙完成投弹 进入时机 弹道选择 撤离路线都要事先设计好 每一次出击 都像一场精确编排的舞台剧 靠的是节奏与协同 而非单机的侥幸 近距离空战支援 CAS是A4常见的任务之一 前线需要压制火力 飞机就冲进你投弹 A4的机动性 在低空中表现不错 挂着炸弹 依然能做短程俯冲 和快速脱离 这样它在支援步兵 或压制敌方火力点时 成为一把可靠的钳子 然而 这类任务代价高 飞行员需要面对 密集的高射机枪 便携防空导弹 和地面火力的交织 耐心与技巧 往往比航电更决定生死 另一种常见战法 是波次压制 不是一次性 把全部力量丢进去 而是分多波次 多架次轰炸 第一波吸引火力 第二波利用开出的缺口深入 第三波进行精准清扫 A4在这种方法里很合适 它们能形成稳定的出勤节奏 把敌人的防空体力 一点点压垮 时间就是武器 频率就是火力 飞行员方面 A4要求很高 它的航链不复杂 但这意味着 更多的决策落在飞行员头上 导航 目标搜寻 投弹时机 低空避杖 都靠人来完成 长时间的低空飞行 反复的出击 和高强度的心理压力 是对体能和技术的双方考验 一个好的A4队伍 靠的是训练有素的地勤 严密的战术流程 和彼此之间的默契配合 在海军编组里 A4还承担了快速应急决策 遇到突发目标 比如敌方小型护卫舰 或登陆艇 A4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起飞压制 它们不是追求一次性毁灭 而是追求迅速形成压制态势 把对手逼回防守轨道 对决策者来说 这种快速反应的能力 往往比远程单发打击 更有价值 最后一条 关于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A4的战术逻辑 本质上是 通过大量和频繁的出击 创造战略效应 压制敌方 指挥官用量换时间 用频率 耗损对方的防空资源 这就是它的逻辑 也是它的宿命 把A4放到战场上 立刻就能看清它的量产逻辑 如何转化为战果 越南是最典型的战场 那是一个靠出勤频率决定成败的战场 A4的任务是连续的 白天投弹 夜间突袭 隔天继续 它们在航母上排队 像一条永不停歇的供弹流水线 飞行员起飞 低空突防 目视瞄准 俯冲投弹 然后迅速离开 整个过程短 急 重复 这样循环 把防空资源一点点掏空 敌人的防空火力必须分散 疲劳和弹药消耗成为决定因素 夜间出击尤为典型 没有大型搜索雷达 飞行员靠训练和地面引导去接近目标 夜间低空飞行危险性极高 但也更能避开雷达 A4的短翼和机动性在低空有优势 机组会利用海平线 烟幕和木矮做掩护 到了投弹点 飞行员稳住身位 短俯冲 投下弹药 然后立刻拉出 地面防空 常常用高射机枪和便携式导弹去拦截 损失不可避免 但在那种消耗战力 持续出击 本身就能带来战略效果 这种作战节奏的极限 最终在1982年的福克兰海战 被推到了巅峰 那一年阿格林空军驾驶A4 去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现代舰队 面对海洋战机 雷达导弹和防空系统 他们没有任何电子干扰 没有预警机 没有空中加油 飞行员从大陆起飞 航程刚够飞到目标再返回 油量的余地只能容错几分钟 他们只能贴着海面飞行 飞机掠过波峰 几乎与海浪齐平 雷达看不见他们 海面成了唯一的掩护 靠目视寻找舰影 靠描表计算投弹时机 在敌舰防空炮开火之前 他们已经俯冲 投弹 拉升 然后被火光吞没 那是一种极限的打法 也是一种无声的赌注 有的A4成功命中了目标 有的没能回来 英国的阿登特号 考文锤号 安提洛普号 都在那场战斗中被击沉 那不是运气 那是飞行员 用命换出来的战果 他们驾驶的飞机 是几十年前的老机型 没有防御系统 没有导航雷达 但他们在福克兰海域 用这些老飞机撕开了现代舰队的防空网 那一刻 世界见证了一小博大的真正含义 它不只是战术上的奇迹 更是一种意志的证明 福克兰之后 A4的名字被重新写进航空池 不是因为它先进 而是因为它能战 它让人重新认识了一件事 技术固然强大 但勇气和执行力 同样能改变战场的平衡 A4的设计哲学 在越南体现了效率 但在福克兰 它体现了信念 那一场低空突袭 不仅让这架小飞机赢得尊敬 也让整个航空界 重新定义了老而不死的意义 A4的生命力 很大程度靠改装和适配 小巧的机体 给了工程师很多想象空间 把一架简单的攻击机 逐步改造成更复杂的任务平台 几乎成了它的第二生命 首先是动力与结构的调校 早期的型号动力已经够用 但随时间推移 各国有需求 就去更换更强 更省柔的发动机 或者加固机体 以承受更重的外挂 这样以来 飞机能挂更多炸药 也能承受更高的出勤强度 其次是航电的现代化 原版A4的航电先锁基础 但后续改型 陆续加入了更现代的导航系统 雷达告警器和简易火控单元 这样一来 尽管平台仍旧以目视和简易仪表为主 但它能更好地适配制导武器和夜间任务 第三是武器适配的多样化 A4最初靠挂载传统炸弹和火箭弹 但后来被改装以挂载精准制导炸弹 反舰武器 甚至做过战术核投放的认证 这一变化 把A4从低成本挂弹平台 逐渐延伸为 能执行更高价值打击的多面手 除了前线任务外 A4在服役后期 常被改成训练或对抗机 它体型小 机动性好 成本低廉 正好适合当作蓝方或红方的对抗把机 退役后的一部分A4被收购 用于模拟真实敌机 训练新型战斗机的空战 与防空应对 A4的大规模生产和简单设计 配合持续的改装 使它在许多国家服役时间异常漫长 它既能作为廉价的火力投送工具 也能在必要时被现代化改装为较为复杂的打击平台 这种可塑性是它延续生命的重要原因 把一架简单的飞机经过数次改装 变成不同角色的工具 这就是A4的第二个传奇 回头看 A4天鹰的故事并不是一架关于飞机 而是关于一种思维 它诞生在一个追求速度 功率与复杂度的年代 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轻、小、简单、可靠 这在冷战年代显得格外逆行 但结果证明它的显得是对的 它没有耀眼的雷达罩 没有庞大的翼展 也没有高傲的气势 可在数十年的服役生涯里 它出现在越南、在中东、在福克兰、在训练场 每一次出现都是以最直接的方式 执行任务、投弹、离开 它不追求浪漫 也没有传奇的外形 却留下了最真实的作战记录 A4代表了一种工程哲学 靠判断 每一次出击都是生死线上的训练 正因为如此 它也成了许多老飞行员 记忆中最诚实的飞机 没有花烧的功能 没有借口 只剩下人与机器的默契 它的设计精神也延续了下去 许多后来的轻型攻击机 教练机 甚至现代无人作战平台 都继承了这种理念 轻量化结构 低成本维护 模块化挂载 换个时代 换种形态 但核心逻辑不变 保持简单 持续可靠 A4的身影 或许离开了现代航母的甲板 但它留下的思想 依然在延伸 在讲究性价比 激动与战术灵活的新时代 它像是一面镜子 提醒人们 不要忽视那些 看起来不起眼的力量 一下退役的A4停在博物馆外 阳光照在机身上 它不再飞翔 却依旧闪着冷光 那一刻 它不只是冷战的遗产 更是一种关于 如何在有限条件下取胜的思考 这就是A4的意义 它小 却坚韧 它老 却长寿 它不是传奇 却成为历史 这里是High Weapon 我是Jason 感谢收看 下期想看什么 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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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下期见 部位